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7号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ATOS每周三的聚焦热点的网络研讨会 那我是ATOS的分析师 我叫Jason 我们今天讲座的一个主题呢 是新货币战争下欧美评价的一个机遇 那在类似的机遇下 我们如何利用海规交易法的2%法则来去抓住这些机遇 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本次讲座我们所提供的信息呢 仅为一般属性 General Advice 并没有考虑到阁下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 还有其他的需求 所以呢 在阁下做出投资决定前呢 我们建议阁下去寻找独立的财务顾问意见 好的 那首先今天啊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讲座呢 因为最近几个月有很多产品的走势 我们也都看得到在抢美元的一个压力下 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单边行情 那除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日元呢 那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欧元 对不对 就在上周啊就在上上周啊 我们说那个欧元刚刚经历了对美元的一比一的评价啊 然后这个整个下半年呢 欧元是一直都在跌 特别是这个维欧战争之后 他整个资资金就是一直在外流回流美国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啊 像欧元这样的一个单边行情的品种非常的多啊 那现在我们如果说加入这种啊做空欧元的这种步伐 到底是不是已经有点太晚了啊 如果不晚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晚了的话又应该怎么做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去今天讲座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同样的啊 除了欧元 那其实像日元呢 英镑 对吧 还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呢 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单边行情 那这种单边行情呢 对我们这个交易者来说呢 我们把握得住大方向 但是具体怎么去抓这个行情呢 其实啊 我们又没有太这个系统的一个做法啊 往往会造成在大趋势上 我们知道啊 他是朝哪个方向 但是在小趋势上呢 又很容易被止损打掉 对吧 然后往返几次 这个下来 可能这个最后的一个盈利状况 不是很理想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的这样的话 就衍生出了我们今天需要讲的这个解决办法啊 就是例怎么去利用海归交易法的这个2%法则 来解决这个问题 来制定自己的交易策略 那么最后呢 我们会在实盘啊 MT5上给大家一步一步的去演示啊 怎么去使用这个2%的法则 好 首先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啊 关于欧元的这个现状 这个按照以前我们这个讲座的风格啊 如果是分析欧元的话呢 这块我们会这个比重会比较大 会这个用很多这个数据啊 这个报告去来啊 进行分析 最后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换种讲法啊 我们把比重放在大家更能够直接上手的策略和方法上 在基本面的分析的部分呢 我们带大家稍稍过一遍啊 就好了 大家了解个大概就可以了 好 那说到欧元在外汇市场上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除了美元这个老大哥呢 这个就是欧元 基本上就是二把手 那欧元在早一些早几年的时候呢 他在国际上的这个交易量 他是一度赶超美元的 而且在过去20年中 我们脑海中的一个印象啊 欧元是一直都比美元贵的 但是今年上半年 整个欧洲 他的一个这个货币政策是相对保守的 那从3月17号开始啊 美元开始这个进入到这个疯狂的这个加息路径之后 再加上俄欧冲突的一个情况 导致整个欧洲啊 包括像英国啊 这块地区的一个资本啊 纷纷外流避险 那让他的这个汇率啊 就是更是雪上加霜 那好在是7月21号的时候呢 欧洲央行啊 总算是姗姗来迟 启动了11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啊 摆脱这个复利率啊 高达50个基点 当时其实之前呢 欧洲央行的加息路径 非常的保守啊 非常的保守 所以呢 整个市场对他的一个预计就是25个基点啊 最多了 但是没有想到他最后呢 是加了这个50个基点啊 但是即使啊 即使啊 这么出乎市场的一个意外啊 他加息 照理来说 从短期的这个资金面上来讲 他加息应该是利好他的这个汇率的 但是没有想到他加息了50个基点啊 往上稍稍涨了一下啊 就又不行了 就又开始有这个拐头向下的这样一个趋势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除了加息本身啊 他是一个利好 那一定是还有非常多的一个利空 才会导致他的这种加息的这个利好 表现的这么无力 对吧 那么他现在的几个利空啊 利空的因素是从哪来 第一个啊 大家肯定都知道 俄乌战争 我刚才也提到了 俄乌战争导致的就是整个 直接导致就是整个欧洲跟英国这块的这个地区啊 这个局部冲突 他会对这个资本啊 他有潜在的一个啊 这个避险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有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资金会从欧洲大量的去回流美元啊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3月17号开始 我们也说到了 美国他在做一个强势加息 因为美元本身他的货币弹性特别的高 货币弹性的意思就是说 他同样是两个国家啊 如果同时加息 哪个汇率能够这个走的幅度更大啊 这个就叫弹性更强 那美元无疑是所有货币中货币弹性最强的 也就是说美元只需要稍稍加息一点点啊 那他的这整个货币就能够迅速的导致他这个资本大量回流美国 那欧元在这种啊 这个情况下呢 走低了整整半年 还有余 对美元的这个价格呢 已经是突破这个1比了啊 但是最近稍稍做了一个反弹 这个汇率可是20年的一个新低 但是欧洲的问题呢 他不仅仅是这个货币政策比较佛系啊 也不仅仅是这个局部的冲突 他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 这些问题虽然说美国也有啊 但是他可能比美国还要更严重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一个通胀问题 通胀问题 那7月份其实有公布到这个欧元区6月份的通胀数据 是直接创下了8.6的历史新高 要知道在这个欧元区负利率的这种情况下 还能创下8.6的这个历史新高 那是那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啊 虽然说美国虽然说这个数据上是从美 比美国的数据要低啊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幅度要照理来说要更大 这是他的一个高通胀的问题 第二潜在的经济衰退 他现在呢 因为是有这个能源危机啊 他会很快的非常直接的就导致他的这个能源价格在欧洲会进行快速的这种翻涨 我们知道啊 一个一个经济体里面 如果说你不是通过自然的这种经济发展啊 达到了你的这个能源价格高啊 自然的一个通胀 你是恶性通胀的话 那么他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所有的生产原材料 他的成本都会上升 那么他就会抑制什么 抑制生产抑制消费 如果说抑制了生产 抑制了消费 高通胀 那你要去解决他就要通过什么问题解决 就要通过更鹰派的政策 就是加息 那要知道加息会反过来干嘛 抑制经济 对吧 抑制这个信贷啊 因为你利息高了 企业更不愿意去借钱去扩张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那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一发生之后呢 往往会更容易去导致经济衰退啊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啊 欧洲其实呢 比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概率 可能会更大 而且他的幅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其实就是这个能源危机的一个问题 他不仅仅是本身的 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经济数据在下降 更更更严重的是 他现在还有一个能源危机 这个能源危机可能会直接加速 他的一个经济衰退 当然现在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数据啊 包括像美国也要等到今天晚上啊 然后明天晚上第二季度GDP出来之后 我们才知道他是不是进入到这个技术性的这个衰退啊 再一个呢 现在这个我们都说木尔本啊 木尔本现在这个有些这个朋友说这个很冷啊 那其实最近两年啊 冷是特别的冷啊 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那用电用的也多 但是呢 夏天啊 北半球现在热啊 也是非常的热 也是这个特别少见的这种高温 那大家以为这个能源 他不光是在这个寒冷的天气 他需要用到 在比较热的天气呢 也是需要用到大量的天然气啊 和这个煤炭来发电的啊 所以说到这一块 你说现在本身就缺能源啊 你还这个异常的高温 那现在这个就很有可能导致他这个能源危机加速 然后就经济衰退加速啊 那再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欧债欧债的问题 我们知道其实十几啊 这个08年之后啊 09年当时欧洲 它是有出现这个欧债危机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欧洲去他作为一个整体 他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法国德国啊 这么这么这么这个经济上这么这么强大 其实还会有一些边缘的小的欧洲国家 这些小的欧洲国家呢 有的时候他是需要借大量的一个信贷 就是我们说发债 要够很多的这个债券 那就是说会加重他这个国家的债务负担 但是你的经济速度啊 你的经济发展的速度 一定要能赶上你这个还债的速度 对吧 我借钱来发展经济 那我还债的这个速度也一定要跟得上 那如果跟不上的话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会出现了大量的投资者 他对这个债券开始产生不信任啊 你的这个什么债务比例跟GDP的这个比例 太高了 那这个时候你悲债太重 很多投资者就会干嘛 为了避险 他会把这些小国的货币 这个债券抛掉 那抛掉的话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这些债券贬值 债券贬值直接导致什么 就是这些国家里面 持有这些债券的银行 他的资产负债表会下降 那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一下降 那就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 很多经济危机都是从银行的这端开始的啊 一旦银行也就是说资金的提供 跟进跟出的这段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就像一个连锁反应 就是开始啊 开始这个连出现这种连锁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危机 那目前欧洲就有这样一个潜在危机啊 就是说他现在经济衰退啊 有可能经济衰退 经济的恢复速度跟不上 他大量的这个在前两年啊 或者在前一段时间大量发债的这个呃 速度啊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投资者也是在担心潜在的啊 欧洲的一些边缘国家 我们就说一些小国啊 小国的一个欧债危机 那么这些都是让欧元雪上加霜的呃 这个这个利空所以呢 虽然说他加息了50个基点 嗯 很好 对吧 短期应该是利好欧元的 但是从基本上基本面上来看啊 俄乌战争这个能源危机啊 这个短期是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的啊 然后高通胀啊 潜在的经济衰退啊 然后还有这个欧债上的这些问题啊 这个也没有办法短期去解决 所以呢 呃 这个我们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投行啊 跟机构对这个欧元的一个 呃 看法 接下来欧元怎么走 目前大部分的这个机构啊 还有这个投行报告啊 都是持有一种不太看好的啊 这部分还是占了大多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盛的啊 那高盛的欧洲首席的这个经济学家 那么他就认为呃 呃 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对吧 这个主权的债务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啊 我们知道北溪一号 现在这个又开始要减到这个剩下20%的一个输送量啊 这个就是更雪上加霜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9月份的收紧政策啊 加快 那么加快就有可能去加速什么 加速经济衰退 对不对 因为他本身就加的比较晚 起步就比较晚 然后现在9月如果再加快的话呢 那其实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认为欧洲的这个呃 利率入境是面临比较这个下行风险 让看一下荷兰的这个国际经济学家啊 呃 在这个本地地缘政治啊 看到吧 他这边讲的还是俄欧通知 呃 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一个挑战 来去看的啊 限制了整个欧元的一个回弹 我们说上行的一个空间 而且这还是欧元 欧洲央行央行加息的50个基点的情况下 还这么弱啊 那丹斯克银行 呃 欧元对美元仍被高估 那么预计接下来欧元对美元在 接下来几个季度啊 会稳定在评价以下 也就是会在一抵一一下 这是丹斯克银行的一个看法 然后摩根斯坦利的总裁 认为呢 欧洲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是高于50%的啊 这个比这个瑞士银行的30%要高 然后呢 风险比美国更高 那从这个他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美国更容易进入什么 温和性的经济衰退 但欧洲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硬着路 然后复国银行 呃 认为呢 2023年呢 整个美元呢 还是会继续走强啊 他认为 因为复国银行认为这个 整个美国的这个鹰派呢 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 即使经济陷入衰退 还会保持鹰派 这是复国银行的一个观点 所以呢 欧元会比之前更弱 呃 还有一个是这个布朗兄弟 哈里曼银行 那认为是加息50个基点呢 只会短暂的提振欧元 从长期来看呢 还是还可能会继续下跌 还有一个对冲基金啊 预计欧元对美元呢 是可能会跌到0.8 那从这些投行报告来看 我们总体来看啊 整体的整个 呃 机构和投行的一个观点呢 还是更偏空 哦 呃 空欧元啊 好 那欧元的一个基本情况呢 我们是已经知道了啊 也知道他是在处于一个 这个整个过去几个月啊 接近半年多啊 都是一个大单边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今天虽然讲的是欧元 但我们还是要找出跟欧元类似的一个走势的资产表现啊 因为我们最终是要用这个策略来做类似的这样一个走势 所以呢 我们来可以看一看在强势美元下各资产的一个表现啊 我们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日期啊 是3月17号啊 3月17号呢 是从是美国从这个新冠大幅降息以来的首次加息啊 加到了百分之0.5 那从3月17 今年的3月17开始 整个美元呢 他就开始了这个疯狂的这个加息的浪潮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做的这个趋势呢 是从3月17开始的 我们来看一下从3月17到今天7月27 各个货币队的一个表现啊 我们先来看跌幅涨跌幅 基本可以判断啊 美元是一直独秀啊 其他货币队对美元全是单边下跌 全是单边下跌 那么对于这些这个美日啊 我们把它反过来啊 因为美日他的这个跌幅啊 其实反过来就是他这个这个美元的一个涨幅嘛 所以说我们把它反过来看啊 大家是一样的 那美日他的一个跌幅是最高的啊 每日这个日我们就说这个美日反过来啊 他的一个跌幅是最高的 百分之16.67 然后是欧元澳元纽元啊英镑啊 所以说我们这样排序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元他的这个跌幅是占首的 然后是欧元 但是呢 对于我们交易者而言呢 我们看这个涨跌幅呢 做个参考就好了啊 意义不是特别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终实际上是要落实到 你的这个涨跌幅对应的这个点数 你的这个点数对应的这个美元金额 对不对 因为这个才是你真正去做交易 到最后能够到手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资金 这个钱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去更多的去看他的点数 那如果我们按照点数来去看啊 以一手来看的话啊 这个大单边呢 呃 如果是从头吃到尾啊 我们说从头吃到尾 你就说从3月17号开始做 一直做到7月27 那么每一手的这个利润呢 那这个日元是最大的啊 大概是14,14,14美金左右 然后呢 就是英镑 英镑大概是12,200左右啊 就是跌的也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是欧元11,11左右 然后呢 就是澳元 纽元 瑞士法郎跟 呃 加元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就是说 呃 仅次于美元之后啊 相对没有那么疲软的这个货币 其实很快就能得出结论 一个瑞士法郎 一个是加元 对不对 那处于中间状态 就是澳元跟纽元 那么处于疲弱状态的 就是日元 英镑和欧元 那么讲到这儿啊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还有没有印象啊 我们在5月18号的澳元专场的一个讲座 呃 如果有看过的观众啊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当时怎么说的 呃 当时我在讲座上给大家一个结论是 接下来啊 5月18号的时候 我说接下来会有三个货币队 比较值得做空 啊 我当时提出了三个货币队 一个是日元 一个是欧元 一个是英镑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他们这个呃 这个最值得做的这三个货币 我们看看是不是就刚好对应上了啊 就是就是刚好对应上啊 日元 英镑和欧元 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个表现啊 从3月17号开始一样的啊 啊 那可以看到黄金和白银呢 跌了很多 对不对 黄金白银跌了非常多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市场的一个资本的逐利性 对吧 因为在美元加息的时候呢 他会提高黄金和白银的这个持有的机会成本吗 因为金银他本身是硬通货 他没有利息的啊 但是信贷货币 信用货币 像纸币 他是有有利息的啊 所以说纸币一加息 短期对金银他是会有一个压制作用的 但是呢 金银的一个长期走势 最后还是要看这个实际收益啊 就是说你加完息 给你的通胀的一个 呃 比率啊 速率 这个比例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啊 但是那个是长期资金会最后去press in的 好 那这个铜的话 我们看表现也比较差啊 为什么 因为铜他是属于工业金属 铜的一个用量跟经济的一个恢复速度 他是直接挂钩的 对吧 你工 经济恢复速度越好 你铜会用的越快 库存会越少 但是如果说你的经济恢复速度特别慢 那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造成就是说 你的这个 这还本身还有个供应链的问题是吧 会造成你的这个铜啊 用量减少 然后呢 还会这个造成库存积压 那就会造成这个价格下跌啊 所以说铜的表现也不太好 那原油跟这个 原油的话是前段时间涨过一次 这个很凶的啊 三月之后涨过一次很凶的 但是因为这个美联储呢 不是美联储 美国呢这个跟其他的这个IEA的成员一起去抛除啊 把战略储备这个原油往外放啊 所以说呃 现在是拉平的这么一个角度啊 就把他之前那个大幅的涨户也拉回来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天然气 对不对 天然气 那天然气的话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非常多遍了 对吧 去年的10月14号的讲座 我们说过一次 我们说要开始布局天然气 那么今年的4月21号啊 当时我又说了一次啊 专门做了一场这个天然气的一个专场 我们说这个呃 接下来最值得做的是天然气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结果 那啊没错啊 接天然气的从3月17啊 到7月27的一个涨幅 已经是95.50啊 也就说4584 也就4万多每首 4万多美金的一个利润啊 非常的吓人 那呃 这个可能这个天然气涨了95.5%啊 你们可能说觉得已经很夸张啊 但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天然气 是美国的这个亨利港的这个天然气 呃 这个欧洲啊 欧洲现在天然气已经达到这个200欧元 每兆瓦时了 啊 那200欧元每兆瓦时换算成现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单位啊 就是百万英热 它就相当于现在是70啊 哎 1比1的汇率的话 应该现在是快接近59啊 已经是接近59 也就是说60左右啊 60左右 60美金左右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天然气价格才 9块几啊 9块3啊 今天是9块3 昨天9块7啊 9块3 所以说即使啊 涨到9块3已经涨得非常疯狂啊 但是跟欧洲的这个60多块钱比起来 还是要便宜的多啊 所以说我说中间它的一个价差在逐渐的拉大 接下来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潜能 会把这个价差逐渐拉低啊 因为这个最终他们的价格是要往中间去靠 所以说天然气它整体的一个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强劲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单边去给呃一个个找出来啊 就是刚刚看了前面的货币队 对吧 我们又回到这个大宗商品 其实一眼我们就能把这单边行情的这个抓出来 能抓出来最明显有四个 对不对 一个是日元 一个是英镑 一个是欧元 一个是天然气 对我们看一下图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日元啊 从3月17开始 是不是就是一路往上走 一个一个一路的大单边啊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镑 也是吧 对吧 从这个3月份开始啊 一路的大单边往下 呃这个英镑 然后欧元呢 从这个3月份开始啊 就是美联储第一次加息开始 也是一路的大单边往下 然后天然气呢 啊 从这天开始大单边啊 然后就回调也是大单边啊 然后这个往上涨又是个大单边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很多的投资人 很多投资人其实都 一开始都有到大概这么心理一个方向啊 呃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美元加息以后 很多人都知道啊 应该去做空欧元 应该去做空日元 应该去做空 英镑 然后能源危机之后开始很多人知道 哦 应该去做空煤炭 应该去做工 呃 做多这个天然气 但是为什么 知道了大方向 你到最后还是做不好呢 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大方向啊 它是从这个大周期的角度来讲 但是一个大周期的里面 它会包含了很多的这个小周期 那么在这些小周期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小周期的时候 它被打掉的被止损打掉的啊 或者说这个买了特别多啊 然后一下子亏这个数量一上来之后呢 就开始紧张了 那紧张了就开始退场 那或者呢就是说重复几次啊 每次都够不到底 够不到底啊 我知道它是要往下的 但是买完之后它开始上涨 哎呀 止损 那下一次又觉得这个到顶了 然后又去买 然后又止损 又去买又去止损 没有一个系统的一个 呃方式去做 导致什么呢 你即使知道了 它接下来会是一个大单边 但你还是没有赚到它这个大单边的一个盈利啊 所以呢 今天呢 呃就引入了我们要接下来给大家讲的就是在今年上半年这么好的一个行情啊 很有可能这个行情还会一直延续到下半年 甚至延续到2023年的这个上半年都不一定啊都有可能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单边环境下啊 有的时候又是特别明显的大半大单边的这个环境下 我们怎么去做这种趋势交易啊 那这个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引荐这个海归的交易法的一个2%法则的一个方法 好 关于海归交易法 我们先给大家大致做一个介绍啊 他是在这个1983年的时候呢 非常著名的一个商品投机家啊 叫理查德 当时呢 他是想要验证一下啊 就是一个呃能够赚钱的这个交易员呢 他是天生啊 就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呢 还是说可以进行后天培养了 所以他当时呢就招募了13个人啊 把他的一个交易方法 传给这13个人 然后他把这这这些学员统称为海归啊 这就是为什么海归交易法 因为他想试试这些海归到最后能不能长大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随后呢 四年的时间啊 这些海归的学员啊 就是靠他的方法啊 就是他交给海归学员 大家用一样的方法啊 重复操作啊 重复去操作 看能不能获得一个盈利 结果四年时间呢 所有的学员合起来呢 平均的年 复利是80%的一个收益啊 这个比当时的巴菲特都要高 其中最好的一个学员 他业绩啊 是从这个100万美金做到了1.72亿美元 当时啊 当时是1983年的时候啊 从这个100万美金做1.72亿美元 那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啊 那有这么好的一个方法呢 这个当时啊 他就想说啊 我们跟所有学员签一个10年的保密协议啊 然后这10年呢 大家都不可以往外泄露 那10年之后啊 这个他被免费的去公之于众啊 都到网站上去了 那后来大家慢慢就熟悉 就就知道了这个海归交易法的这么一个 呃 这个传奇的一个交易方法啊 那么他的一个优点呢 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完整的交易体系 定义了这个交易量入市止损和止盈 还有策略啊 在当时非常好 呃 但是为什么我说当时非常好呢 呃 如果海归交易法这个 这么好 那肯定会有非常多的人去用啊 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啊 就代就是说海归交易法 它到现在啊 它的有效性已经跟当年 不是一种一样的这个程度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原因 现在呢 海归交易法呢 它里面很多元素 依旧会被很多交易员去用啊 但是整套体系完整的去用啊 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1980年的时候 电子交易的其实还不是特别完善啊 它流动性跟现在是没有办法比的 现在都是电子交易 多快啊 对不对 一旦进出 那这个流动性都能在市场上体现出来 当时是要喊单的啊 要喊了 这家交易所 大家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 这交易所要喊了啊 那流动性呢 跟现在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的啊 所以说当时它出现这种单边趋势啊 非常频繁 而且直接 所以当时海归交易法特别好用 呃 但是现在呢 在这个流动性逐渐完完善情况下 现在海归交易法的一个 有效性下下跌啊 然后它方方法公开之后呢 大家都去用都去用就容易产生一个什么群体效应 那群体效应就肯定一定会导致它的一个有效性要下跌的啊 那现在的海归交易法中 它一些这个部分要素啊 跟当代的市场的融合度已经比较有限了啊 然后特别是对于这种盘整行情的控制呢 相对来说粗糙 而且容易造成大幅的获利回吐 还有不稳定的回报率曲线啊 所以说今天的讲座啊 我不是说为了要给大家讲一整套完整的海归交易法 因为一整套完整的海归交易法花几节时间可能都讲不完啊 他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需要灵活应对的一个部分 如果感兴趣的在讲座结束之后 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户经理要电子书啊 我们可以把电子书发给你大概270多页啊 看一周就能看完啊 就能把这这套方法去完整的学习下来 呃 但是今天我不会去给大家讲这套啊 这个完整的海归交易法 因为讲完了他的这个胜算不高啊 那你的这个性价比也不高 对不对 但是海归交易法虽然说在现在 他有消息不及当前呃 当年但是他里面的有一套逻辑 是一直被这个投资人认可的啊 就是他的1% 以及以后衍生的这个2%法则 一直沿用至今 依旧是经典 啊 现在很多这个职业的交易员啊 一定会用到这个2%的法则啊 是这个2%的法则 就是从这个海归交易法去衍生出来的 其实在原版的这个海归交易法里面 他讲的是你这个1% 但实际上他的一个出场呢 是两倍的ATR 所以其实是呃 两倍的N啊 也就是两百分之二 所以到现在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流传的比较久的都是这个2%的这个法则 好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2%的法则怎么去用啊 好 2%的法则呢啊 最重要的是第一句啊 你们第一句要懂 就是你单次进场的最大损失额度 是你总交易资金的2%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有10万块钱啊 我们就说10万块钱 透过整数啊 比较容易去计算 那么10万块钱单次的啊 假如说你要去做一次趋势 你要去做这个趋势交易啊 你要去去驳这个趋势交易是否触底 或者说是否开始反弹啊 是否开始实现一个单边啊 你想要去驳这个这个这个趋势的开始 那么通常呢啊 是以这个你的这个单次进场的最大损失额度 也就是总交易额度的2% 那么10万块钱 10万美金的话 2%就是多少啊 2000啊 那么就是第一次入场 你的单次色止损的额度应该为2000 那么如果第一次不幸啊 你没有做对 他打到止损了 那你这个2000就亏损掉了 那你的账户总资金就只剩下了9万8 那么你第二次呢 进场的最大损失额度呢 就只能是什么呢 9万8的2% 啊 9万8的2% 这个就是2%法则 那么你下手下单的手数是多少呢 是应该等于总资金乘以20%对应 每手对应的止损区间价值啊 说起来比较绕口 但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如说啊你设的是100点 对吧 100点的止损 那么这100点的止损呢 我说points啊 points 100个points的止损 那么100个points每手 假如说对应的 呃这个额度应该是 100美金 但是呢 你单次止损的这个额度 你放的是50美金 那么就代表说什么呢 代表说你只能下多少 0.5手啊 这个部分呢 大家呢 呃 不要担心啊 因为如果呢你是在 ATOS有这个交易账户的话 那我们在系统中都会给 都会帮助客户去嵌入这个 risk calculator 那么risk calculator呢 可以轻松的把这个呃 手术给计算出来 大家不需要费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啊 只需要输入呃 单次损失的最大额度 那么对应的手术就会直接显示出来啊 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再担心这块 好 那么止损呢 是怎么计算呢 止损一般是N啊 它可以是关键的支撑或者阻力 或者呢 就干脆两倍的ATR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止盈呢 是至少为N 也就是说它的止盈 呃 至少要达到1比1以上 那么最常用的是一种动态止损 就是trieling stop 啊 trieling stop的话 等会在实判的部分 我去给大家演示 大家在这块先知道 它大概的一个逻辑 啊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2%的这个 呃 这个单次交易 单次的最大损失呢 是因为这样做 有这样做的一个好处 它可以连续承受超过200次的 不间断的连续亏损啊 200次的不间断亏损 那个概率是非常低的啊 就给你 你就算你抛硬币 你能连着200次抛到正面吗 那是很难的啊 不太可能 非常非常难 但是即使非常难 它也可以连续承受200次 不间断的连续亏损啊 好 所以呢 利用2%的法则 再去加一个高盈亏比的组合呢 即使胜率只有20% 也有盈利的一个可能啊 它是从一个数学角度上来去做的啊 那讲数学 大家可能会听着非常 这个头痛啊 但是我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2%的法则像什么啊 大家去想象一下就可以了 呃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这个风筝啊 我们把这个风筝放到天空中之后 它在天空中飘起来的时候 我们手里拿着这根风筝线啊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往下拉啊 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有一个阻力 对不对 往下拉好像比较难拉啊 每次往下拉就只能拉一点点 但是呢 我们手只要稍稍的一松 那它就能往上快速的飘上去 那这样的话 其实跟这个2%的法则呢 就非常的像 2%法则就是要做到什么 往下拉比较难 但是往上涨 它容易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其实你做交易 你的账户资金就像一个风筝 对不对 它比较容易上啊 下比较难 就算它连续的下 只要稍稍有稍稍松一次手啊 它就能一下上上去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这个细讲啊 来看一下这个2%的法则 为什么这么神奇啊 主要是它背后的一套 这个数学逻辑啊 我们还是以10万的 这个美元的账户资金为例啊 然后这个左边这123456啊 是交易次数啊 中间这个省略啊 一直到200次 那么你这个是你的账户净值啊 然后每次2%的连续亏损 比如说啊 我做交易啊 第一次我的原始资金有10万块 我第一次进场 那么我的止损值应该设多少 应该设它的2% 对不对 那设它的2%的话 就应该是2000块钱美金 2000块钱美金 那么假如说我第一次 我就非常运气不好啊 我就直接做失败了 那我这个时候会到第二次交易去 那么第二次交易的时候 我账户净值已经只剩下9万8了 那9万8的2%呢 就是1960 那么也就是说第二次你的止损 对应的最大的损失额度 应该是多少啊 1960对吧 那么以此类推 那么到如果呢 你第二次还是做错了 那就会过渡到第三次 第三次你就剩9万6千040 然后你的这个2%的亏损 就变成1920.80 那么一次类推啊 一次类推 那么从数学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说 我就算连着做错200次啊 你想一下这概率有多低 就跟你泡硬币 一直200次一直泡到正面一样 我就算连着200次连续啊 就中间不带任何盈利的啊 连续做错 每次都错 每次都错 这样的方法呢 也能让我保持超过200次的交易 200次的连续错 而且呢 呃 这个最大啊 其实你到200次 就几乎不可能啊 最大 其实最频繁的 这应该是在前20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前20次呢 他能保证最大的 用2%的一个 在保证你最大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安全的 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他又能够保证 你每次的这个盈亏数额啊 啊 不小啊 就是因为你的盈亏比是1比1 假如说是1比1的 其实这个数字也就代表 你有可能潜在的一个盈利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既保证了 我封着往下拉 比较难拉啊 同时呢 我只要稍微松线啊 他就能很快的往上涨 对不对 因为你看我 往往下跌的话比较难 但如果我中间 但凡有一次作对 那他可能是1比3 1比4的一个盈利 马上就能 呃 一下回 回上去了啊 那么这个就是呃 2%的一个资金利用法则啊 资金利用法则 但是呢 2%的资金利用法则 光单单去用是没有 没有意义的啊 为什么 因为 他主要是一个防范性的啊 他主要是一个防范性的 一个仓位管理 他主要是做防范 你做防范的一个目的呢 到最终你 你交易是为了盈利的 所以你要去考虑你的这个胜率 跟盈亏比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你第二个需要 关注的一个问题 胜率 什么叫胜率啊 胜率就是我 比如说我做十次交易 十次交易里边 我有多少次 我是能做对的 就是他是盈利的 他跟你猜的这个方向是 相辅的啊 这个叫做胜率 那20%就是什么呢 十次里边有两次作对 30%就是十次里边三次作对 60%就是十次里边六次作对 这个叫做胜率啊 那盈亏比 什么东 什么叫盈亏比 盈亏比呢 就是说 我这次我止损 我假设我设了100块钱 但是我潜在的盈利 能够达到多少啊 那他能达到1比1的话 这个就叫1比1止损 也就是说我往往上 也就最多能再走个 100块钱的一个盈利啊 如果往上再能走个 400块钱盈利就1比2啊 如果往上能够走个 这个这个500块钱盈利啊 那这个就是1比5啊 那为什么要看这张表啊 看这张表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胜率 胜率呢 如果对技术指标 对K线 对技术形态啊 比较了解的这个观众 你们的胜率 可能会相对比较来高啊 但是胜率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没有办法人为控制的啊 它只能到 自然结果是多少 它就多少啊 我们没有办法 从主观上去控制它啊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如果说这个胜率 没有办法去控制 那我们应该尽量干嘛 你看啊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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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下 对吧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尽量往这个方向去 会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盈利的概率会比较大 对不对 我们应该尽量往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方向我们没法控制 那就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应该尽量往这个方向上去走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尽可能的达到 都是Profit 你看为什么刚刚说 就算你十次交易做错了八次 只有两次做对 你还能够盈利 那么就说 如果你用到1比5的盈亏比 那么这个就可以达到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尽量往这个方向去看 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 无法人为去控制啊 就是你做对了几单 这个无法人为去控制 只能靠慢慢提升 但是 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 我就算胜率不高 到最后也比较 也能够Profit 有 那就是尽量往下走 那么尽量往下走 就是说尽量要提高什么 盈亏比 对不对 尽量提高到1比3 1比4 1比5的盈亏比 这样的话 你看你的Profit的这个概率还是更大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一 那大家想一想 什么情况下 才会有1比3 1比4 1比5的盈亏比 什么情况下 大家想一下 无非就三种情况 对吧 第一 极端的回撤或者拉升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大方向相对明确的 东西 比如说像日元跟美元 是吧 两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完全是走反向 根本不是一个较弱 一个较强势的这么一个温和跟强势的对比 它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对比 从刚开始美元这个3月17号 宣布这个货币政策 然后日元开始宣布货币政策之后 其实就可以发现 两个货币政策完全相反 那这种情况下 它的大方向就相对明确 对不对 大方向相对明确就说明什么呢 你顺着那个大方向去做 你设一个止损 那么这个时候 你到最后能够达到的盈亏比 可能尽可能大 对不对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 历史上 就是近10年 或者近20年 或者近5年 近3年里边 难得的历史低点 或者高点 那么这些点位呢 做反弹 通常呢 也容易会出现这种大的 这种盈亏比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 总结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这个半年的一个趋势 今年半年 欧元 英镑 日元 天然气 是不是基本都是单边 是不是基本都单边 那如果说我3月17号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看完了两个日本跟美国的货币政策 我就知道日元 接下来大概率是要走单边 往上走 其实就是美元升值 日元贬值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就找到了最佳盈亏比的 这样一个产品 对不对 我就找到了最佳盈亏比一个产品 然后呢 再回过头来去什么 利用2%的法则 结合起来做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在做放风筝 往下难走 但往上稍稍一松手 他就飞上去了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如果用这个比较直观的形式 去给大家展示 就像这样 我们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一直连续亏损 连续亏损 他是作为对比一组 一直连续亏损 然后每次亏2% 亏2% 然后这个N0 N1N2N3 一直到N200 那么情况二呢 就是中间 但凡你作对一次 整个反转 你但凡作对一次 哪怕是不是整段反转 只有1比2的盈亏比 那么 它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么中段盈利 哪怕是一个1比3的盈亏比 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先来看 假如说 大家都开始做低单 我们来猜 现在这个马上要开始反转了 或者说接下来这个大趋势 要朝这个方向走了 我们开始布局 结果布局的时候 在小周期的时候被打掉了 对不对 那是不是第一个2%被掉了 结果又尝试第二次布局 又被打掉 第三次布局又被打掉 但是呢 但凡你中间有一次 那作对 是不是这个就累上来了 所以说你会发现 它下跌跟上涨的速度 是不成正比的 只要你的盈亏比做的好 那么它就是干嘛 一加难减 你就它就能达到一个一加难减 所以它相当是 是从一个从数学角度上 从概率角度上 来完善的一整套的一个交易体系 能够帮你更好的 做好你的什么资金的管理 以及盈亏比的一个管理 对不对 那这个套系统 是不是就特别适合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行情 对不对 很多人看得清楚方向 但不知道怎么做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这套方法 用到今年上半年 那其实到现在 就能给你带来 很大的一个盈利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单边行情 因为美元的这个鹰派 没有那么快结束的 还能再保持一段时间 前面其实也有投行预测到了 对吧 这个有可能整个2023年都 上半年都有可能还是保持鹰派 都不一定 所以说接下来单边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黄金 黄金接下来的一个盈亏比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到石盘演练 我们具体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做这个盈亏比 这个2%法则的一个交易 利用这个盈亏比 我们先来看一下欧元 欧元我们知道 整个上半年到现在一直大单边 对吧 往下跌 往下跌 大周期都是 我们是日线图 大周期往下跌 好 那这个很多人就是在 这个可能 我知道这个大单边了 对吧 结果我在这 我在这进了场 是吧 我在这进了场 结果反向开始往上走 怕至孙打掉了 对 怕 然后这个下太大大 浮亏又多 一向又打掉了 重复几次就没有信心了 所以到最后 你即使知道方向在这 你在这 你开始做的方向也对 往下 但是到最后 还是没能 获利 好 那么 我们先来复盘一下 应该当时怎么去利用 这个2%的法则来做 今年2月24号的时候 格乌战争 格乌战争的时候 已经当时爆发 然后2月3号的时候 欧洲央行又开始宣布说 不会跟随美国去加息 也就是会保持温和 保持鸽派 然后2月17号的时候 美国CPI又意外录得7.5 那就是美国的CPI 当时录得7.5了 其实已经奠定了 美国在3月17号会加息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格乌战争的爆发 其实已经奠定了 欧元区接下来的政治动荡会 很多避险资金可能不会留在欧洲 它可能会回流美元 然后欧洲本身又比较佛系的货币政策 跟美国的强势的货币政策 还有美国的高通胀又形成了一个对比 所以其实当时从这几个线索 从这几个线索来看 当时其实就已经大概可以预料到 从3月17往后欧元会非常的一个疲软 那这个大方向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明确的 然后这个5月18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又重申了一次要做空欧元 但我们就假设当时在这么多明显的一个信息下 这么多明显的一个信息下 我们就假设吧 3月17美国的这个开始加息 美国开始加息 3月17号在哪 3月17应该是在 在这个地方 3月17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假设当时我们在这 我们知道大方向要往下 然后想在这去做空 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步 还是以10万的一个账户资金作为参考 那么10万乘以2%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等于2000对不对 所以当时在这个地方开仓的时候 应该开多少手 应该先去找止损 我们的入场点在这 对不对 那么止损点我们说了 可以去找一个比较难突破的支撑或阻力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支撑和阻力 我们是完全可以放到这条线上去的 对不对 因为这是日线图的大周期 所以说放的会相对保守一点 比较宽 但是如果你们有想做激进 也可以拉低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其实能赚个1比3的 1比4 1比5的盈亏比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说可以稍稍放宽一点 因为大周期的一个反弹 还是比较反复的 好 好 那么我怎么知道我应该买多少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利用到这个risk calculator了 对吧 我们入场点的这个线画出来了 然后止损线画出来了 那么这段区间呢 应该对应多少钱 2000嘛 就是我的2% 对吧 所以我应该calculate应该多少 那么系统会告诉你 你在这个地方应该下多少了 下0.59手 0.59手的欧元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个空单就在这下出去了 止损呢 就在这个地方了 好 那我们看接下来怎么走 那么接下来呢 他好 他这个离止损太远了 他完全没有机会打到上面的 你的这个止损线 那止损线我们放好之后 我们应该是让 看他继续往下走 看能给你带来多大利润 那么带来多大利润 其实有两种做法 一种呢 就是不设止盈 就是让他能走多远 这个是比较激进 一种就是不设止盈 让他能走多远 走多远 如果做错了 没关系 98%的2% 第二次再进 这是第一种做法 对吧 就相对来说比较激进 这种做法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这种做法的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单边一直走 一直走 那他的盈亏比最后很有可能达到1比10 1比8 会非常非常的大 他会拿到 甚至拿到整个半年的一个单边 这个比较趋势 这个是比较激进的 但是他最后对应的利润会比较多 但是呢 还是有还有一种呢 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设trailing stop trailing stop怎么设呢 trailing stop呢 是要先去看啊 你的这个止损的位置 跟你入场的位置的一个距离 我们可以看出来是3576 points 对不对 那3576 points呢 那当时的这一单呢 当时的这一单啊 我们随便假设啊 假设他这单 我们随便举个假装啊 就是这单啊 假装这单 那你就需要右键点开他 点一个trailing stop 然后呢输入 刚刚你看到的这个数字啊 就是3000几 3800多少来的 3000 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3895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右键 那我们就可以右键 然后这个trailing stop 然后输入3895啊 输进去点 OK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功能可以帮你干嘛 它是既然说到它是一个保守的功能 那就说明什么 它是一个能够至少帮你拿到1比1的盈利的一个方式啊 为什么呢 假如说啊 它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一旦啊 它走过了1比1的这个比例之后啊 一旦它走过了这个1比1的比例之后啊 它的这个止损呢 就会被带上来 啊 就会被带上来 那么带上来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稍稍一拐头在这儿啊 系统就会帮你自动平仓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能够保证至少能够赚到 你当时设的这个止损的这个数字啊 就至少能够保证你有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收益嘛 啊 不会说它这个呃 这个一拐头把之前的这个盈利全部吃掉 对不对 那如果它不拐头继续往下走呢 啊 那么你就能够尽可能的多保留你的这个盈利啊 对吧 因为它这个止损会一直往上带 一直往上带 那么你越往上这个走 它只要稍稍一拐头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动态止损的方式啊 保住你的大部分一个利润 那么这个是相对保守的一个做法 那么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我们复盘的话 如果当时用的是trolling stop 呃 其实大概就是能够赚到一个1比1的一个盈利啊 因为它拐头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地方拐头了啊 在这个地方拐头了 那么就会触发trolling stop 会把这个盈利拿掉啊 但如果你当时是激进的做法 没有设这个trolling stop的话 那它的这段利润 就可以从三月时期一直保持到这里 一直保持到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的盈亏比是多少 对吧 这段是一啊 那如果说一直拿到现在 其实大概有个1比4了啊 对吧 1比4的盈亏比 那么1比4的盈亏比 你当时放的是2000 那么也对应的1比4的盈亏比 就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8000 对不对 那么划算吗 非常划算 因为这仅仅只是一单 对吧 仅仅只是一单 那你这个8000的这个利润就到手 那不划算吗 当然划算啊 但是如果你当时那单是做错的 那就假设说他这个反弹 这个夸张一下 反弹真的是反弹太多了啊 直接是打到了你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止损 那么你也是才损失了你的2% 也就是2000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你损失的是2000 只是你2%资金 但是呢 你做对 他就是这个8000的一个资金 对吧 所以说 但是你做错呢 你又可以接着来啊 如果他做错 你接着来下一次呢 就是98000乘以2%啊 所以说你有很多次尝试 尝试的机会啊 最多可能如果你这个大方向真的准的话 可能一般啊 对于大部分交易者 对于一些很多这个专业交易者啊 其实基本上也就两到三次的试错啊 一般呃 这个当然我自己最多有这个最近啊 就做欧元 其实有试过到四次错的啊 但即使做错四次 呃也无所谓啊 对吧 因为你到最后你只要四次里面 你对了一次 你到最后你就能拿到下面最大程度的一个盈亏比 那这个就像放风筝一样 我往下拉很难 对吧 我可能拉个三次四次啊 我只要稍稍放一次 他就能把我之前的损失全弥补回来啊 那么这个就是2%法则的一个神奇的一个地方 啊 OK 好了 2%法则 对吧 要使用 那我们换一个产品 第一个就是什么 先找高盈亏比的一个机会 大家还记得这个6月23号的时候啊 当时这个天然气出现快速的一个回调的时候 我们讲座上怎么说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有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盈亏比的一个入场机会啊 大家可以翻回去看我的这个6月23号的一个讲座 那么当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哦盈亏比好 但是还是最后小周期上这个没有赚到钱做错了啊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一个交易方法 既能够保证他仓位的安全 又能够最大程度去补一个更大一个盈利啊 但是2%的法则就可以啊 帮他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当时这个讲座的时候 呃价格应该是在哪 6月24当时的价格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 当时应该是在这儿啊 当时在这儿 那当时在这儿的话 我当时怎么说 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的买入点 对吧 我当时说的是买入点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最低 但是不管他是不是最低 他的这个盈亏比值啊 因为当时天然气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啊 只是短期的因为自由港 自由港爆炸的一个问题 那个不影响他自由 呃这个基本面 而且整个欧洲的价差跟美国价差是在不断的加大 在那种情况下 这个 今后几个月是有非常大一个反弹机会 我当时在讲都是这么说的啊 好 那么我当时跟大家给了一个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先找一个 他不太可能跌破的点 对不对 那当时我第一个点是给的是多少 5块9啊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给的是5块9 好 如果说第一个点位呢 如果突破了我们就再找一个比较更更难突破的一个第二个点 啊 我们说当时是放在哪来的 应该是5块2还是5块1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 啊 根据前面的啊 根据前面的这个支撑阻力啊 去去得出的一个结论啊 放在5块2的一个位置 对吧 好 那如果是当时是在这个点位入的场做多啊 用你的2%的资金 我们还是以10万啊 还是以10万 2%的资金 那是对应就2000啊 2000当时止损设在哪 是设在这儿 对不对 对不对 啊 很不幸啊 当时我自己单子也是被打掉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账户就变成了9万8 啊 OK 但是2%的法则好 好在哪 好在你有太多 基本上 你可以连续尝试10次的一个试错成本啊 那么 接下来 马上就开始了进行第二次的一个试试试试错 就是说 我觉得第二次的底 它不会到达 低于这个5块1 5块2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第二次的止损啊 那么第二次 那你是在这个地方是这个 这个被打掉的啊 那假如说啊 当天收盘 后来这个慢慢收到这儿啊 收到这儿 那你想要尝试第二次入场 那么第二次入场呢 就是9万8再乘以百分之二 应该是个多少来着 1800多是吧 1800多 OK 那么第二次 这一块的一个你设在止损设在这儿 对吧 那么这一块的一个止损值应该是多少 1800 对不对 那至于它对应多少手啊 大家去用这个Risk Calculator算就好了啊 好 那当时我在讲座上也有说 如果说这一段第二次你是对了 那么你的盈亏比很有可能达到1比8 对不对 我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 到达1比8 但实际上啊 我们来看啊 实际上它到最后的一个盈亏比 到昨天晚上如果是9块7的话 它其实有能够到1比10的一个潜力啊 那假如说我们是这上上上上上上上啊 对吧 当时这单你做对了 它没有达到你这损 然后反而一直上 那么你这个1800 你说你现在应该是赚多少钱 乘以8 1800乘以1800 乘以8 那就是14400啊 14400 呃 这个跟我上次那 那单的账户的资金差不多啊 我那个显示的是19000 那个那个是澳元 这个是14400美元啊 对吧 所以说如果你们当时 按照你们懂得2%的这个法则啊 你们懂得去找这个最高盈亏比啊 潜在的最高盈亏比的这个方法的话 那么实际上你只通过了两单的试错啊 两单的试错 但是你就能够不到一个 14400美金的 盈利 那么14400美金 民进跟你这个低单啊 2000的这个亏损比起来 是不是就是像放风筝一样 对不对 我往下拉 我给2000 然后再往下拉这个1800 再往下拉1600 它是很缓慢的一个下跌过程 但是但凡这中间哪一次你是做对了啊 然后呢 往上走 一旦抓住了这个单边趋势 那他很有可能达到1比4 1比5 1比6 1比7 1比8 一下子就能把你前面的这些损失cover回来啊 所以这个就是2%法则 它的一个科学性啊 因为它基于数学啊 它基于数学数学去做交易 那么你看你这一单作对 实际上你全年的按照你这个10万美金的一个本金来看 你全年的这个盈利一下子就达到12%了 是不是啊 那如果你能够找出第二个单边 比如说你当时又刚好做了欧元 那你马上就是又是24% 对吧 你再找对第三个产品呢 就变成36%的一个这个盈利数了啊 大家不要老想着这个百分之好几百啊 百分之好几百可以做啊 但是他要是在更小的一个周期去做 不要到日线图做 因为我相对来说这个交易的会比较保守啊 所以我是都是在日线图上来做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盈亏比 设的这个止损值是特别的大啊 啊这个区间特别大啊 但数数值都是相等 但如果你们是调到30分钟去去去抓这个单边趋势的话 你们的这个设置的这个止损区间会很小 但如果是同样数值数额的话 2000他对应的手数就会非常大 那对应的手数非常大 一旦他走对了 你对应的最后的利润会非常大啊 那个就很容易做到百分之好几百 甚至百分之1000百分之2000的一个盈利啊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你对于区间的这个把控呢 不是那么在在行的话啊 我还是建议你先从这个日线图开始下手啊 区间稍稍拉大一点 没关系啊 给自己更多的一个试图空间 更多的这个呃这个机会啊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最后能够抓到你的这个反转啊 你看像天然系这反转就抓得很漂亮 对吧 那同样的欧元 那我们不能老说过去啊 我们这重点是要说未来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做的要做的是未来 好 接下来 那欧元现在这么多投行啊 两个观点啊 你们两个观点走任何一个观点都可以 第一个观点是 我的天都20年新低了 对不对 不得不得稍稍反弹一下啊 啊 对吧 这是第一种第一类的观点 往上做 对不对 那么第二类的观点呢 是欧元基本面这么差 还会有一次机会继续跌破评价 继续跌破1.1 甚至跌到0.8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观点 应该往下走 这两种观点呢 没有对错啊 没有从策略角度上来讲 没有对错啊 你可以从策略角度上来讲 去试错啊 那比如说像我的话 我是更偏向于第二个啊 我是更偏向于第二个 欧元还要继续跌 对不对 那么还要继续跌的话 呃 我现在入场晚不晚 我不用管他晚不晚 只要接下来有行情 那我就不算晚 对不对 那有行情不算晚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做空 对不对 那么假设我现在账户里边 10万块 你们账户有多少钱 你们可以自己去算啊 按这个百分比去算就好了 OK 2% 那么这个时候 我应该是放2000 对吧 那么2000我的止损值 应该放哪呢 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我不想放前前高 因为放前高 很容易被突破掉啊 我应该放到之前的 这个被突破的这个位置 我更愿意放在这里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calculator拉出来 对吧 calculator拉出来 那我的入场点 是在这个地方 啊 往下做空 我的止损值呢 是放在这个地方 OK 那然后呢 我是想要用2000块钱去博 好 我要2000块钱去博 继续博他的继续的单边 OK 算出来应该下多少 0.86手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应该trading 然后这个new order 然后0.86 对吧 然后take a profit 我喜欢采取激进的方式啊 我暂时先不设 也是或者之后设triving stop 都可以啊 然后stop loss 我可以设在1.037 37 3727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去看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上面都有显示的1903727 或者直接看这边这个数字就好了 1903727 然后呢 干嘛 sell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单就出去了 那么这单做错的话 这单做错的话 你这个2000就没了啊 对吧 但是回到这的话呢 你可以再尝试啊 如果他没有再继续往 你可以其实有一个第二次一个尝试机会 对不对 就是在这些地方 你可以再尝试 有个第二次尝试 二次到时候用的就是1800多了啊 就是因为你98乘以这个2% 1800再去尝试第二次 如果第二次你尝试都没错的话 他反而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其实你基本上就可以通过两次试错 来来解决了你的问题 你判断错了啊 他该反弹 你判断错 他不应该继续往下走 所以从这样的话 你其实压低了你最小的一个试错成本 但是同时呢 从数学期望值上来讲 你的潜在的这个呃 收益又比较高 对吧 那么这样 那但是如果一旦你做对了 一旦你做对 那他如果真的走到0.8 那就要走到这个地方去了 对吧 走到0.8就走了 那我起码也有什么 起码也有个1比2 或者1比2.5的一个盈亏比 划算吗 划算啊 那划算就值得做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往下走 那还有一种这个交易者 他的观点是相反 他是喜欢往上走 他觉得OK 这已经是一个极端的下跌了 然后美联储 这个今天晚上 这个可能宣布这个 加息75 可能不是120 可能或者明天 这个美国第二季度GDP宣布 那他可能发现 哎呦 开始经济衰退了 那就是美元 他不一定像之前这个这么强了 美国他可能会把这个步调放缓 欧元他可以喘息 因为欧元开始慢慢的往上加 这是另外一部分人的观点 那他们是往上做 那同样的往上做 从策略角度上来讲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你只有说从科学的试错 试错成本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干嘛 你是不是OK 可以在这个地方你做多 那么做做多 你的止损应该设在哪 就应该设在上一次 就是最低点吧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OK 那还是同样的10万啊 2000 然后就算出来应该下1.1 然后止损设进去 然后trailing stop 看你要不要设啊 不如果不设的话 如果他将来有可能出现这个呃 保持一段时间反弹 那么你可以拿到更高的盈亏比 那么如果他将来不出现反弹的 这个没有太大反弹的话 那你你你那你这个时候可以考虑 是不是要去设一个 trailing stop 至少能够拿到1.1的这个呃 盈利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啊 这个今天的这个2%法则的运用啊 实际上呢 呃到目前为止呢啊 像我自己的交易呢啊 天然气啊 我是有不断的在用这个方法的 包括其实当时啊 呃我在这个4月21号给你们做讲座 包括去年10月底的时候做讲座啊 是去年10月底的时候做讲座 我在这啊是试错脆错了啊 最多的次数 我在这试错有三次啊 但是结果没有辜负我 我通过三次的一个试错 2%的法则 我赚到了这么整整一段啊 我赚到这么整整一段啊 所以说很值啊 但是后来在这个4月21号的时候 我其实当时自己讲完我就加仓了啊 讲讲完我就加仓了 但是4月21号的时候呢 呃这个讲完呢 呃这次我是只错了一次啊 就是只错了一次试错 然后接下去 它就一直是单边往上涨啊 所以说这一次呢 我也是用了一个一一的试错成本 但是换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涨 OK 那么在这段啊 我是完全没有交易啊 在这一段整个下跌 我是完全没有去交易的 因为这段的时候 扛了一些单 所以我没有做交易 我是在这段的时候 又一次用了2% 加这个高盈亏比的一个做法 这个 这个它的一个盈亏比 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那么这一段 我只用了两次的一个试错啊 两次的一个试错 所以我只用了两次的2% 就第一次2% 错了 这个这个第二次的剩余价值 再乘以2%啊 就两次 所以总共啊 啊 你这边错了一次 这边错了两次 其实我总共合起来 在整段这个天然 上涨的一个行情中 我利用2%跟这个高盈亏比 一个做法 我总共其实也就是六错 六次合起来的试错成本 但是呢 带来了一比三十几的一个盈亏比 所以说是非常划算的啊 然后欧元也是同样的情况 欧元的这个情况 这个运气比较好 当时一次就做对了啊 一次就做了 做了一个空就做对了 但是这个英镑 英镑的这个运气不是很好 因为英镑当时的一个波动比较大 是错了这个四次 到最后才抓住了这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但不管怎么样 到最后的盈亏比都是非常划算的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 讲座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呢啊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如果呢 你们判断出大方向了 想要去做趋势交易啊 或者说想要去做这种快速的反弹 这种大幅的这个 这个回调 都很适合你们去采用什么呢 百分之二 加盈亏比的这个法则啊 来去做 我们观众问那个标准普尔的这个 做空能不能用这个法则 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我其实我自己非常不喜欢做空标普 但是当时有一段 其实我是非常想要用这个方法去做空标普的 标普 找一下标普啊 给你们找出来 其实当当时在这儿啊 小级别的时候 它是出现了一个双顶啊 小级别的时候就出现双顶 那么这样 后来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已经跌破了那个呃 这个一个小级别上面的一个颈线 所以当时很多人哈 在这儿啊 做空 当时很多人在这儿做空 那么如果在这儿做空的话 你想要用百分之二的法则 那就很简单 把这个止损设在前高啊 把止损设在前高 对吧 把止损设在前高 那么如果说呃 你这个做做对的话 那么你可以接下来抓住一整段的一个下跌趋势 通过一次的失措成本啊 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其实是值得一做的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在正常的平常的标普 不是不随很推荐 就是做用百分之二啊 因为呃 当时在这儿双顶也有人说这个 是不是啊 那你如果在这儿 你觉得哇 已经长得太高了 因为标普是牛长巡短啊 牛长巡短 它方向是大方向是朝上 那如果当时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用百分之二法则的话 你看 你 中间可能真的可以让你用到连续三四十次的这个试错啊 所以说标普这个你慎用啊 慎用 如果你接下来对标普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看空的话啊 那你可以去做啊 你可以去做 你可以用这个百分之二的法则去尝试一下啊 一旦抓对 你也可以抓到很大的一截 也没有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回到这个PPT的这个 这个二维码的部分啊 那今天这个我你们可以先有问题可以在Q&A和 这个chat里面去提问啊 然后呢 你们如果对今天的讲座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说想要这个海归交易法的这个电子书的全版啊 都可以去扫描我们的金融小助手三号和我的这个个人微信号 那么我们都会有一对一的客户经理去解决您的这个疑问啊 如果您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 呃 也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奥连马 那我们会尽快的去呃 去尽多的话去回答你的这个疑问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干货非常多啊 谢谢啊 然后这个客户问说 呃 进场的点位很关键 不然做不到1比2和1比3的盈亏比 这个说的非常好啊 这个说的非常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只用百分之二的法则是没有任何用的啊 百分之二它只是一个被动的资金仓位管理的一个方法 但是真正啊 落实 落实到最后配合好这个百分之二的法则 一定是要干嘛 一定要是看好这张图啊 对不对 尽量往这个地方走 怎么去提高这个地方呢 就是多去学学技术指标 多去学一下这个呃 形态 多去学一下k线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说我不想学这东西 没有关系 ok 你不想学这东西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朝往下走的这个方向吧 对不对 往下走的方向就是什么盈亏比啊 对不对 尽可能去找高的盈亏比的产品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盈亏比 不多不少 没法判断 不做嘛 不做嘛 跳过啊 对吧 那盈亏什么时候好的盈亏比啊 刚刚是不是在这个MT5上 已经给大家去展示过了 对不对 天然气啊 欧元啊 大重大事件啊 对不对 政策反向啊 对不对 政策反向啊 日元跟这个美元当时是不是一个政策反向啊 是不是出现政策反向就代表什么 它有大的好的盈亏比啊 对不对 基本面没改的话 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调 那有好的这个什么 反弹的这个盈亏比啊 对不对 反弹这个盈亏比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关键啊 2%只是一个被动的啊 保守的这个风筝往下拉 往下拉的一个组啊 但是往上飘能飘多远 最关键就是要找这些高盈亏比的一些些 这些这个这个这个关键的位置啊 这个是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好的 如果接下来没有这个其他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就到此结束了啊 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这个 下次讲座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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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